第七步 用软件来检查一下它的动作 以及线位是否正常 首先 我们需要先把末章 先归位 先将这个末章给它手动 推到最末端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边有个线位灭掉了 那就是OK了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用软件来控制它的一个动作 首先我们先控制一下左右方向 在软件这边的话 选用连续模式 然后点击向左的镜头 这时候它动作动了 那就是OK了 然后我们就是点住 然后让它自己走到最左边 让它自动走到线位 它能够正常停止 那就证明这个左线位是OK的 是没问题的 这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观察一下 主板的左线位信号灯 左线位信号灯 现在是已经是灭掉了的 左线位的信号灯 是灭掉了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点击一下 X 复位 让它回到最右端 看一下右线位是否正常 OK 现在X 复位动作也是完成了 那证明这个右线位是OK的 然后我们就再检查一下旋转方向 旋转电机 旋转电机 点击向下的镜头 它是处于逆时针旋转的 那就证明方向对 然后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点击向上的镜头 它向上镜头的话 旋到线位的地方 它是会自动停止的 对 就处于这种状态 那证明这个线位 旋转线位 以及这个旋转电机的方向 是OK的 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 J 轴线位 以及J 轴电机的升降 这个时候我们点击设置 到升降控制这个界面 点击升降控制一栏中 复位 让它上升到最上远点 这时候是处于上远点的状态 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底端 让它自动下降到最低处 OK 触发线位 停止 那这个时候也是OK的了 然后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给它复位 这样的话 三个方向的定机 都已经是 动作方向都是OK的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感谢观看